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首集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鄱阳湖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看天下 这文章标题就是鄱阳湖到底有多重要 话说鄱阳湖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地位非常突出 首先鄱阳湖集集水系 为江西的经济发展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泥沙大量成绩 在这里寓出沃野良田 此外在陆路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 鄱阳湖也是中国内陆最重要的南北水运大通道 瓷器 茶叶 木材 农作物等 大多是经过水陆外运 这样的物资集散 就直接促使江西古代四大商政 景德政 张树政 河口政 吴城政 这四政的兴盛 还有鄱阳湖集集水系湿地 对调节区域气候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在这些湿地周围生活的白鹤种群 约占到全球的98% 是世界上最大的越东白鹤所在地 1992年 鄱阳湖更是被列入到世界重要师弟名路 鄱阳湖还可以算是长江中下游的命脉 因为长江下游支流很少 那鄱阳湖呢 就是长江进入下游之前的最后一个蓄水池 如果鄱阳湖水位继续上升 洪水下泄 那对长江下游的江淮太湖流域 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不堪设想 守住鄱阳湖就是守住长江下游城市的安全 近期鄱阳湖湖取水位仍在高位波动 国家海洋卫星组网监测鄱阳湖汛情 抗洪防汛仍在紧密进行 在这里我们愿英雄平安 愿山河无恙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数字化防汛 今年陆汛以来各地大力探索数字化防汛 应用管理创新模式取得了积极的经验 比如湖北浙江等地将防汛政务搬上了 钉钉各级干部时刻在线 既能把一线所见到的问题隐患等等一键上报 又能把汛情动态预警信息及时发送到具体的人 以往都是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来通吃 现在呢 第一时间全防卫精准发布信息 大大提高了传达的效率 也增加了防汛救灾工作的综合效益 防汛救灾前期预防预警那是至关重要 其中呢 数字技术和应用就不可或缺 浙江金华开发了金华防汛大脑 在今年这个防汛救灾当中发挥了辅助决策作用 实现人员应灾零伤亡 功不可没 江西各地各部门开通了干服通数字政务平台 市民在这个平台可以获得天气预报 免费救援热线 还有雨量超警 还有水库江河超讯等等信息服务 防汛救灾减灾那是一项系统工程 也是一项长期工程 既要抓好当前迫切的救灾工作 也要加强防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 充分利用大数据 防汛救灾大有可为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祖孙三代其抗洪 咱们先来看图片 这左边的小伙子呢 叫姨雷欢九零后 中间这一位呢 是他父亲七零后 最右边呢 是爷爷五零后 于雷欢和父亲住在九江 爷爷呢 住在老家江州镇 于雷欢呢 是一名消防员 月初呢 他报名参加了当地的抗洪救援队 因为怕家里人担心 他没有向家里透露这消息 前不久 他用手机看新闻的时候 突然发现画面里有一个骑摩托车的声音 很像父亲 然后呢 他赶紧打电话询问父亲 原来啊 他们老家灾情比较严重 他父亲响应当地的号召 连夜从九江赶回去参加抗洪 因为怕他工作分析 父亲呢 没把这事告诉他 让于雷欢更意外的是 他爷爷也是怕家人担心 也是偷偷报名参加了抗洪 就这样 祖孙三人在互相不知道的情况下 一起走上了抗洪一线 对此 于雷欢说 能和爷爷 爸爸并肩作战 这让他感到非常的自豪 事实上 在这一场抗洪战役当中 像这样家人一起上证的情况 还有很多 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出 个体在面对灾难时 那种勇于担当责任努力保卫家园的大局意识 抗洪抢险 不但需要政府部门的运筹帷幄科学决策 同样 也需要民众的权力配合 积极自救 我们相信 当每个人各司其职相互守护 那就人在 情在 家在 最终的胜利 那就是必然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安徽五湖 五名退伍老兵 为抗洪官兵送来慰问物资 刚卸下物资 就接到殉情通报 老兵们毫不犹豫 跟着部队一起上抗洪的一线 他们说 还想和大家一起战斗 江西九江 抗洪官兵 跳入其凶声的江水中 用身体筑起最坚固的堤坝 战士们表示 时间就是生命 他们要赶在暴雨来临之前 把堤坝加固好 江苏无息 数十名消防员 在排除堤坝险情后 席地而坐 就餐休息 其中 一名消防员手捧饭喝 扒拉了没两口 就睡着了 看到这张累极了的年轻面孔 网友刷屏表示 你辛苦了 江西平乡 五个小朋友站在路边 等待消防员寻地归来 只为给他们献上敬礼 见到孩子们敬礼 消防员随机回礼 当小可爱 遇见大可爱 网友表示 这才是该追的人 好 接下来介绍瑞茨 抗洪贷 南方殉情 牵动全国人民的心 如何帮助受灾民众和企业减少损失 尽快恢复生产 加快灾后重建 那是备受关注 其中 金融服务支持就是很重要的一环 前不久 浙江杭州建德市就发放了首笔抗洪贷 当地银行为受洪灾影响的水产养殖户 开辟了抗洪重建绿色通道 对灾后重建追加受信十万元的抗洪贷 并且降低利率 减少利息的支出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其中 贷款的单笔最高额度可达三百万 这就引发热议 据了解 抗洪贷实行四优措施 那就是优先受理 优先手续 优先投放 优惠利率 来降低融资成本 为企业 农户送上及时雨 有人说 洪水灭前 抗洪贷体现了政策担当 人文关怀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前不久 商务部 办公厅等部门发文 正式启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 这平台对所有人开放 不设任何门槛 鼓励更多的企业和服务人员加入平台 引导消费者 优先选择那些记录良好的企业和服务员 近年来 家政服务行业发展迅速 从业人员超过了三千万 但信用缺失的问题比较严重 一些服务人员隐瞒真实的信息 不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 甚至偷盗雇主的钱财 伤害被照顾的老人小孩 类似贼保姆 毒保姆这样的现象不断发生 这不仅令到雇主整日是提心吊胆 也捞乱了市场的秩序 影响到行业健康的发展 现实生活当中 家政服务行业几乎就没什么准路门槛 一些中介机构为了赚钱 对服务人员的身份信息是不合适 对人品 能力 这些个情况也不把关 即便知道某些人劣迹斑斑 也刻意隐瞒 为的呢 就是把这人给推销出去 赚中介费 除了问题 他也不承担责任 对雇主来说 没有信息平台可以查询到服务人员的情况 只能听中介一家之言 所以呢 要想找一个称心的放心的阿姨 全靠运气 现在呢 正式启用了信息平台 收集各地企业和服务人员的信用信息 全国范围内来共享 那么雇主在请人的时候就能够充分了解对方的真实情况 心里啊 更踏实 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上线 选保姆就能够知耕知底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儿童安全座椅 儿童安全问题啊 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最近聚焦儿童安全座椅制度立法研讨会召开 不少专家就呼吁要推广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为未成年人的生命保驾护航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 发生这个车祸的时候啊 儿童安全座椅啊 能够使婴儿的死亡率降低70%多 婴儿的死亡率降低50%多 近年来 安装儿童安全座椅这个必要性呢 已经被大多数人所认可 可是到了乘车的过程当中 整整把孩子放进到安全座椅的并不多 有的家长啊 就抱有侥幸心理 认为乘车嘛 发生危险 那是很小很小概率的事情 还有的家长呢 因为孩子不喜欢安全座椅 是频繁哭闹 就选择妥协啊 对此呢 专家表示 儿童安全无小事 更不可轻视 儿童安全座椅不仅要装 还得要用 目前 上海 深圳等地 已经将强制使用安全座椅 纳入到地方法规 要求携带四周岁以下儿童乘车的时候 应当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其中一些地方还出台了相应的处罚的细则 比如 警告 罚款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儿童安全座椅的重要性 但推广使用这个安全座椅呢 依然是任重道远 这不仅需要法律更完善 也需要家长这个交通安全意识呢 必须加强 儿童安全座椅被认为是孩子的救命椅 要我说 这车上的救命椅可不能成为一个摆设呀 欢迎回来 节目9 浙江海宁对加油站扫码支付的安全性 召开了听证会 对手机电磁辐射进行实验 结果证实 扫码支付的电磁辐射的功率 远大于打电话的功率 也就是说 在加油站毅然易报范围之内 你使用手机支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说起来 对待手机扫码支付这问题 各地执行标准并不一致 你比如南京 苏州 洛阳等地 是严格禁止在加油区域内使用手机支付 如果要扫码付款 就需要到一定距离之外的办公区 而一些地方对手机支付 并没有严格的规定 从支付角度看 用手机扫码确实方便 但从安全防范的角度 也需要慎重考虑 2008年实行的加油站 作业安全规范要求 加油站内不得使用移动通信工具 易燃易报区域内严禁使用手机 但是呢 对于新出现的手机扫码支付 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不少地方对手机的使用 不像过去那么严格 有的地方啊 甚至出现加油员 拿着刷卡机 直接扫码收款 这也就让车主呢 觉得在加油区啊 扫码没事 安全问题 容不得半点侥幸 既然做了实验 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那么就需要 谨慎对待这个问题 有关方面 应该做进一步的实验检测 明确扫码支付的安全性 各地加油站应该统一标准 消除可能存在的隐患 加油站使用手机扫码 安全意识 那必须得先加满了 好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网上流传一段视频 内容是山西硕州 某小学的一个班级 举行毕业班会 有同学给班主任老师送了花 但是呢 没有给站在一旁的待客的 王老师送花 因为这事呢 王老师觉得自个儿 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就让全班同学啊 起力乏战 还对着那送花的同学呢 飙脏话 吐口水 言行 极其恶劣 随后 送花的同学打电话 让母亲啊 再送来一束花 没想到呢 这王老师一把多过电话 对着这同学的母亲 又是一顿破口大骂 更可笑的是啊 他还教育其他的同学 说毕业之际 我给你们上了一课 有人欺负你的时候 你就要还击 事后当地教育部门 撤销了这名老师的教师资格 把他的岗位等级降到了最低 并调离教师队伍 按说 送花是个人的自愿行为 学生有权利 选择送给哪一位老师 而这位老师呢 却因为花 斤斤计较 慢骂学生和家长 那实在是不应该 此外 这位老师的行为 也透露出他法律意识的淡薄 未成年人保护法有规定啊 教师不得对未成年的学生 实施体罚 变相体罚 或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教育学生的前提啊 是尊重学生 我们就希望 这位老师能够认真反思 好好学一学 如何尊重学生这一课 好 接下来 咱们来认识几位宝藏老人啊 先来看看这一位 叫阿牧爷爷啊 他被称为是当代鲁班 他呀 厉害 不用一根钉子 不用一滴胶水 就能用木头打造出鲁班凳 苹果锁 拱桥等工艺品 这种记忆呢 叫损卯啊 历史呢 非常永久 早在几千年前的 和亩度文化当中 就有原始先民 用这种记忆搭建木头的房子 随着短视频的火爆 这阿牧爷爷啊 也跟着潮流拍视频 向人们来介绍损卯技术 他这个视频不但在国内 或点赞无数 在国外也是一片红火呀 不少外国朋友留言啊 询问这是什么中国功夫啊 我们要去中国学 咱们再来说一说 这位老人来自江苏徐州 人们都叫她叫香包奶奶 徐州香包啊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香包奶奶呢 是其中一位传承人 她从十岁啊 就开始制作这个香包 而且一辈子呢 专注做这么一件事 她的香包啊 花样繁多 香味独特 在当地很受欢迎 前不久呢 她也玩短视频 让这个香包记忆呢 是香漂海内外 吸引到不少人 前来拜师学艺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 这一位耕雕爷爷啊 退休之后 他为了打发时间 用废弃的树羹 来雕刻拐杖 制作的时候呢 他根据这个树羹 不同的形状 从历史典故啊 民间传说里 给每一个树羹 配一个故事 然后呢 根据故事进行雕刻 有人说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 不少传统记忆啊 正在逐渐消失 然后这些老人 通过短视频展示绝活 为宣传传统记忆 打开了一扇新门 我们就希望 在这些宝藏老人的带动下 能有更多的宝藏记忆 被挖掘出来 好的 感谢收看 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下周一中午 接着说 这不最后是天下言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